利比亞臨時領導人將星期日定為推翻前獨裁者卡札菲的革命正式結束日子 之前卡札菲統治利比亞長達42年 利比亞全國過渡委員會的官員在星期六說主要慶祝儀式將在班加西舉行 這個主要的東部城市成為反政府運動中心 預計全國各地都將進行慶祝 革命慶祝將會在卡札菲在其家鄉蘇爾特附近被擊斃後三天舉行 據手機的錄影顯示 當時他受了傷但仍然生患 不過他到達當地一間醫院的時候已經喪生 這個令人擔心革命戰鬥人員處決了他 或者可能將他毆打致死 國際社會已經呼籲調查卡札菲的死因 利比亞全國過渡委員會 現在正設法確定這一名前領導人落狀的時間和地點 ら下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